在中国电视剧界,金英奖算是一个非常知名,而且颇具含金量的奖项。 这些天第29届金英奖的全网投票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,截止日期是9月24号,因为是全网投票,本司们自然是拼命投票,希望能把自家的偶像送上第一名。 当开始的时候李一峰的舌头非常猛,在第一名待了很长的时间,不过胡歌如今后继发力,终于拟习了李一峰拿下第一名,这个结果似乎是更多人可以接受的结果,毕竟胡歌从出道一来就有了很多知名和经典的作品。 而且胡歌的演技也是无庸置疑的,至于李一峰,其实出道后也演了不少的作品,只是影响力一直都不太够,直到后来的,古剑起弹,李一峰才真照红起来。 不过这两年的李一峰电视剧作品也算不上很多,而且很多作品也遭人吐槽,难怪会有人质疑她的名次,而女演员的榜单就更加让人纠结了。 截止到现在底绿热霸排第一名,而紧随其后的就是杨子,两人的这几年都有很多的电视作品,而且质量也都还可以。 如今两人的票数仅仅相差一万多,杨子因为消灭,很有可能,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拟席,论人气热霸的的确很高,不过杨子的国民度很高,她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,演技在一株小花里, 可以算是上成的了,不过金英讲在评选事后的时候,总是倾向于和自己才合作过的,有亲密关系的明星,这把和芒果台的关系自然,是不用说的。 所以这最后的榜单结果,还真说不好,杨子虽然最近大火,但是芒果台并不是她的主战场,因此能不能夺得之后还是很喧的,对赐小兵觉得有些可惜。 大家觉得呢?